各位午安 今天來看路西亞名債 就不會選總統 就算這次 總共有四個人出來選 這普天也百民會選贏 繼續做六年 另外在歐克蘭已經讓路西亞 占掉的卸酒也會投票 有幾民就指控說 有親路西亞的因素 和驚慘的冠冰 然後民眾去投票 俄羅斯國旗在歐克蘭 讓卸掉的卸酒投票用 民眾來到投票所 提供投票 國羅斯總統代算會在15到17個行 歐克蘭 占領庫來 要的基盤投票 想要在一場 繼續發生的創作中 能做一切正常的行程 我告訴在2020年 當後民選報 病吞 歐克蘭 雜波羅熱 荷爾松 燉的此刻 跟盧甘斯克頂寫的酒 有幾民不管 清國人士在武中輸兵的北斗 強迫面中投票 國國統教實價一貨人 政府第三 除了普天也有三人 兩期參選 都失敗 聽青緑歐克蘭的人士 其他完全的 反對派好選人 就算是收集到 有夠的聯繫支持 也都讓 國國統選會 在文章有錯誤 等理由 既轉他們參選 總部政官在地政績前往 平天策地的減判局地 讓黨的機民 提政投票 包括在西伯利亞 和亞庫特地區的機民 參觀黨的主軍 都提政投票 雖然選舉結果 可以知道 普廷確定可以勝算 繼續執政六年 不過五國政府 有萬代力競選 沒有就是為了要加強普廷 在國內外的執政政動性 不僅為他不知道的因素 要看感謝五郎 相應已經貴心 反對派領袖 哪多年 跟他的威風 有利亞的互助 換去抗議活動 將票到後不停依法計算 公視新聞 台語正面